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家 一个是韩诗 创始人叫韩英 是北京这一代的人 他现在留着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现在有著诗 然后还有鲁诗 这个鲁诗 开门历派的祖先叫申培 是山东人 鲁国人 就是今天屈服这一代人 所以称之为鲁诗 在西汉时期 鲁诗最淳朴 最质朴 传播也最广泛 还有一家诗 叫齐诗 齐诗的最开始的老师 创派的老师 叫袁顾生士奇鬼 这三家诗在西汉时期比较流行 所谓毛诗在西汉基本上就找不到影子 他没有利于学官 也就是博士 朝廷是博士官 带博士弟子 没有把他列上去 可是西汉崩溃了以后 毛诗逐渐流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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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今天 所以这就是三家诗又叫 汉代实际上一共四家诗 这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那么你要想读三家诗 有一本书 现在流行比较广 就是王先谦的诗 三家一集书 这是关于三家诗 我们简单的说 将来我们还要涉及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我就记得一下 这是关于三家诗 这是关于三家诗 的关于三家诗 umer表达尽 我要涉及到三家语 叫做一家诗 尔迦 您有关于三家语 我再变着